是丁内抽水战前发生了一起落石意外 大量的碎石刚好砸中了一名汽车骑士 造成他全身多处擦伤 送一救治 小心哦 小心哦 比篮球还大的石块横躺在路面上 旁边还有大量泥沙碎石 占据半个车道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还有人骑着新车路过 不幸被砸中 送一救治 刚好全部的落石都落下来 只是大块没挡到我 我摸的车都是你把那个 现在停在那边 把那个轮胎用摔倒然后滑行 这里是滑行 然后有机有穿鱼鱼鱼可能破了 谈到被砸当下 机车骑士还鱼技有存 不只身上有多处擦伤 就连右手也抬不起来 我算是好运啊 没有被那一块大块的击中 不到一秒的时间 那一块大块的就落下来 对 我如果被那一块转车的话 我会不会 因为连日来的大雨 基隆市暖暖圆圆路 定内抽水站边坡 在26号中午发生土石崩落的意外 我已经请公务处 我们的同仁过来现场 我们等一下会做一个现场的确认 就怕再有危险 警方紧急在现场指挥交通 只不过这里出现土石崩落 已经不是第一次 边坡的维护确实得重新检讨 姐 蔡志恒 基隆报道